中国素人男生登韩网又搜,别让告白浪漫又绅士,韩网,中国男生好甜啊。 昨日,一段中国素人男生向女生告白的视频刷爆了韩网,视频中男生对女生一见钟情,在不给对方压力的情况下,很好地表达了自己的心意。 节目播出后四个相关词条,登上韩国热搜榜,网友们看过视频都表示,中国男生实在太令人心动了,该节目为TVM综艺在当地吃得开吗? 节目内容是将韩国小食,以餐车的方式在国外经营。 本次经营地结为中国的小街道,在节目中,我们可以看到素人们吃到这些食物的反应,也可以看到食客们的鞋盘与当地的风土人情。 所有素人都在最自然的状态下接受拍摄,因此该节目是个货真价实的真人秀。 最新一切节目中,在摄像机的记录下,观众看到两位中国男生互相推散着走进餐车。 其中一位橙色衣服的男孩走向服务生徐恩秀,双手不自然地在自己头上来回揉着,不敢与女生对视。 点了一份炒年糕后和朋友在餐桌旁坐下,通过扩音器我们听到了他们的对话。 原来橙色衣服的小哥哥喜欢上了服务生小姐姐,他对朋友说,他看我的时候我都要融化了。 朋友问他要没有到,他打趣道,怎么可能,我有病啊,看到喜欢的人没有唐突的直接要联系方式,这一点被汉堡称在外绅士风度。 没过一会,他和朋友吃完了面前的年糕,橙梅一小哥依然不敢上前与女生讲话,却心有不舍不愿离开。 黑色衣服的朋友看不下去了,他找到一个买花的小朋友,买了一束花并留了一张纸条,下面是橙梅一小哥的联系方式。 请小朋友在他们离开后,将纸条和花送给那位服务生小姐姐,成为一小哥最后还摆脱买花的小朋友,记得告诉他,他很漂亮。 小姐姐收到花后先是不敢相信,随后圈骨升天,捂着心口说,真的太感动了。 笑容一直持续到节目结束,并把花放到了最显眼的位置,在不给对方负担的情况下很好地表达了心意。 屏幕前的女生们机体星空,好感叹,中国的男生真是礼貌,又绅士啊,成为一小哥温柔懂分寸,黑衣朋友三思十足,比起一件钟情口当面捧花告白,这样间接地表达心意更令人心动。 好,我大赞中国男生懂浪漫,这两位小哥哥,算是给中国男生长脸了哦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